中国商务部在19号发布公告 指自即日起对原产于欧盟、美国、台湾地区及日本的进口 共拒具甲权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商务部称上月收到了一批企业代表中国大陆 共拒具甲权产业正式提交的反倾销调查申请 根据申请人所提供的证据以及商务部的初步审查 认为符合反倾销调查立案所要求的内容 决定自2024年5月19号起 对原产于欧盟、美国、台湾地区和日本的进口 共拒具甲权进行反倾销调查 倾销调查期为2023年1月1号至2023年12月31号 共拒具甲权在汽车配件、电子电器、工业机械 日常用品等领域用途广泛 商务部敦促利害关系方要如实地反映情况 如有妨碍调查行为 商务部可根据事实和信息做出裁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